这款4G摄像机知不支持接录像机呢 肯定支持的 咱们来插上去试一下 因为这个是不支持PoE款的 这个呢是PoE录像机 咱们直接加一个PoE分离器 就像这个一样 这个就是加了 这也是4G摄像机 加了一个PoE这个分离器 再看这个录像机啊 现在我这上接了三个摄像机 一个室外的 两个室内的 室内的就是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然后咱们把它接上去 这是通道管理里边啊 这先是三个 把这个拧开 PoE分离器 这个网口插上去 电源插这里 电源插上去 往前这头接PoE分离器 另一头插录像机 就接这个二口吧 插上去 灯亮了 下面发现这个1.64 就是啊 咱们不改这个IP地址 直接先添加一下试试 有的它录像机直接会给你改 不行了 咱再改 可以了啊 它自动改了啊 3.2 这两个IP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它一个摄像机 它两个镜头嘛 看到了吧 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转一下 哎 这样可以转的啊 录像机型号是这个 摄像机型号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看这是咋回事 这是三网段的 3.2 你看上面那个是 254网段的 哎 它网段不一样 为什么图像都能正常呢 对啊 对啊 对啊